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代表队奥运取得一金一银 还有一个羽毛球运商 赢了四强 应该有很大机会取回奖牌 曾经取回奖牌的单车好手李慧斯 稍后就会出赛 也可能取回奖牌 可能这层层有很丰富的收获 运动、体育竞技 你赢不赢得出 不是实力这么简单 实力也重要 但不是实力这么简单 还要说天时地利人和也很重要 如今届延迟一年 本来是去年举行的 现在延迟一年 也有很影响体能、训练、安排 可能也有些影响 又或者 因为今届在东京举行 跟香港的时间差一小时 不是差那么远 如果去欧美作赛 可能会会很辛苦 因为时间不适合 反过来 欧美的选手来东京做比赛 又可能会差一点 因为时间的时差 可能会影响了他们的表现 时间对于运动员的表现很大影响 时机很大影响 今次我正正想讲讲时机这个问题 投资讲时机 找对象求偶都讲时机 事爱都可以讲时机 一讲错话 轻质尴尬 重质可能会伸去了一段大好的良缘 哈哈哈哈 为什么这么说呢? 事与TB有位新闻系毕业 而且在专上学院做兼职讲师的主持 陈若霖小姐 做奥运直击 直击花剑代表的张家朗 到这一刻 大家都看到了 他临场的表现 这位陈若霖不是张家朗 陈若霖小姐的表现如何呢? 我不重复了 大部分人在不同的片段 不同的媒体都有报道 也有说他当时说的那些做的那些 有多少评论说 他不专业 像粉丝多、像记者 破坏了拿到金牌访问的重要的这一刻 我不是想评论的表现 他的表现是大家去评论 很多人都评论了 但我只是想否析一下 他的心理状况 以及自己的问题 timing 的问题 他的心理状况 在赛前 陈若霖小姐在他的社交媒体 不停地出post 不停地说 家朗很英俊 一看到家朗奪了金之后 他大声喊 冲到他的採访区 表现很激动 比有人向他求婚 比他更惨 比他嫁得出的 这样的画面 其他片段都看到了 我就不想重复了 以我的经验来看 我相信陈若霖喜欢张家朗 不是一时三刻 是一件日积遇累的事 是一件都发生了很久的事 毛主席有说过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如果陈若霖第一次认识张家朗 对他没有什么情意 没有什么情意结 没有什么感情的话 他的表现是兴奋的 因为有香港运动员拿到金牌 但我相信他的表现不会去到那么尽 不会说到求爱 不会说我很喜欢你 照他不会说这些 兴奋极都有限 据陈若霖自己说 他做电视的时候 因为很几年前 2017年入TV的时候 他已经有机会访问到张家朗 他已经说他很留意了张家朗很久 即是说他对张家朗的外务、傾慕 已经不是一时三刻的事 可能是好几年的事 在他心目中张家朗不是单纯的受访者 不是一个工作伙伴这么简单 他可能觉得 跟现在很多人、很多艺人 或者很多说法都说 有些人喜欢一个明星 喜欢Ewa 喜欢Miller 喜欢导演嫁给他 很多男士都说我老婆嫁给Miller 其实他可能在他心目中 他可能觉得自己嫁给张家朗 是否他自己要求要去奥运 是否他自己要求要去採访张家朗 我不知道 我收不到封 Pershon 年我是不认识的 我虽然是记者出身 但是我不认识张若霖 因为我赌他很多了 我大他很多年纪 我也不认识张家朗 但是我相信很大机会 是他自己要求要去奥运 亦是他自己要求要去跟随张家朗 对于张家朗之外 我肯定他已经抑制了几年了 当张家朗得到金牌那一刻 他就爆炸了 爆出来了 拿银牌拿铜牌没那么紧要 拿金牌才是紧要的 所以做了一些不专业 又失意的举动 所以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是有迹可寻的 但是他说他时务的时机 是否正确 就差不多错了 张家朗刚刚拿到金牌 为香港人增光 成为全港人的焦点 甚至可以叫做香港人的英雄 他接受访问说些什么 当然是说有水平的东西 说些与香港人有关的东西 与大众有关的东西 起码也要多谢香港人支持 香港人的香港运动员 原来是有一个水平的 说一下大众有关的东西 与公众利益有关的东西 其实他这个时候 不应该说疑女私情的东西 而且也老实说 求爱与求婚不同 求婚就要多些人看着 就公开讲 在电视上讲就最好 大家看到有另外一宗新闻 有一个好像也是玩劍击 还是玩其他运动的运动员 输了 但是他的未婚夫就跟他求婚 输了奖牌就得到婚姻 这些时候就漂亮了 求婚的时候就漂亮了 求爱的时候就不漂亮了 不是不漂亮了 很差 求婚要多些人见证 向全世界 都要见证求婚的一刻 因为求婚和求爱不同 求婚是一场戏 两个人都已经在一起了 相当时间都计划好了 甚至是准备好未来的生活 准备好未来怎么买楼 怎么在一起 各样各样 求婚只是告诉人 他们两个人准备结婚 给些惊喜的女士 一世人最后这个惊喜 最后的 之后他就不会再有惊喜 哈哈哈哈 一世人感受到浪漫的那一刻 浪漫的惊喜那一刻 就是被求婚的那一刻 最后的 通常求婚很少不回答应 很少不回答应 跟求爱不同 求爱其实是两个人的事 跟其他人是无关的 这么多人看着求爱 只会令到被求爱的那一方 是很尴尬 似乎就没什么可能成功 甚至乎我觉得是坏劲 所以在这个时候求爱绝对不要 求爱就不要告诉第三者 最好不要告诉第三者 去帮你求爱 因为这个惊喜 求爱这个惊喜 比求婚大很多 或者对方根本没留意过你 对方都没想过跟你在一起 你无端端和他求爱 你说多难成功 你说多难成功 我们做这一行 做配对这一行 内部中都有的 有些人配对了 见面了 一男一女 可能约不到对方 男士约不到对方 或者女士约不到对方 想托我们问一下 对方会不会同在一起 对方有没有意义 其实我觉得不用怎么问 你不试试约对方 约到就约 约到就是有机会 还有机会 还能玩 约不到就算了 你叫第三者去问 虽然说我是绝合你的 但是我也是一个第三者 在爱这件事上 如果你托我去问 我几乎可以告诉你 都是不成功多 虽然 明明 逻辑上是这样计算的 明明对方对你没意思 谁问都没意思 我问和第二个问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如果 你托我去问 可能成功都变不成功 这个风险你要承受一下 就像这位陈若霖女小姐那样 她还做了一件事 她做记者 但是她没有调查到 张家朗有女朋友 根据我看过另一个新闻里说 根据另一个台 LOW TV 还是ViuTV的体育主持 强尼说过 张家朗有女朋友 而女朋友在LOW做的 我相信可能都是体育节目的主持 或者是体育记者 不知是谁 当人有女朋友的时候 你去求爱 还要公开求 是不是比我错了一点 求爱是很难的 求性可能会比较容易 很多人性和爱分开 可能求性会比较容易 求爱就是一定要看时机 而时机 很多时候两个人合不合襯 对不对 其实很多时候不用求 求爱就 为什么呢? 两个人合不合的 自然在一起 我和太太相讨完之后 每个星期都有约吃饭 约了三多个月 中秋节 我曾经说过 我听闻而已 还没去过 石澳响语就相当漂亮 大家听着 中秋节可以约人去 听闻石澳响语就相当漂亮 因为月亮在海上 海天一色 你没办法想象 花前月下 不能不动情 真是很漂亮 听闻我还没去过 我太太说去 当时还不是女朋友 结婚看过之后 就是我捉她的手 怎样都好 所以就很容易自然在一起 不用做太多求爱的事情 通常都会坏 求爱的说太明白 中秋节 这些情人节 圣诞节 大时大二节 如果能够约出来的话 浪漫甜蜜的日子 如果能够约出来的话 基本上机会都很大 如果不能够约出来 她不一定不喜欢你 可能会约到第二个 她根本没有把你放进眼内 你都可以不用了 所以 求爱都讲技巧 求爱都讲timing 在对方拿到金牌这一刻 求爱比较难 可能直接求婚会容易很多 哈哈哈哈 今次先讲到这里了 我是幸会的 首席配对顾问 James 麦耀邦 看开我们的视频的话 麻烦点赞我们的视频 按一下小铃 有视频第一时间会通知你 未来再跟大家讲讲 有趣点的两性关系的事情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